我愛你 我是我愛想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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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回來 比夜風 我愛你 我愛你 扮成女裝 聯手搞笑 讓歌后江蕙 也忍不住笑場 差點唱不下去 我怎麼這麼壞的妹妹 是嗎 你對這次像歐巴桑 我真壞 你這時間很遠 哎呦 嚇死了 這臉皮 我老是這時候 你還在臉皮 真壞 諸葛亮和賀一航 當年感情好 在客廳秀當紅時 賀一航還曾奉諸葛亮為師 默契十足 牛恥 大叔 哎呦 這怎麼這麼快就好了 嘿嘿 快快快 快快 不過諸葛亮過世至今 卻沒看到賀一航現身 讓外界又不免揣測 難道是盛傳的心結難解嗎 我今天一定要跟他解釋一下 你們有心結嗎 他以前很奇怪 他說是怎麼樣 他中情之後 白酒八斤沒看到我 但是我跟你說 那時候中情之後 外面風聲說 對方國會再來 我也會怕死 原來諸葛亮當年受傷住院 身為徒弟的賀一航 卻沒第一時間去看他 傳出諸葛亮因此頗為不滿 不過事隔多年 賀一航在二零一三年 還曾帶著老婆兒子 一起上了諸葛亮的節目 讓人看似就已解開心結 我會說我不管 你不會殺人家賺我 他要賺你老爸 你老爸 我都沒有說他生會兒子 都沒有說 其實諸葛亮和賀一航 機遇相似 都曾因為嗜毒差點翻不了身 甚至都同樣罹患上大腸癌 送走這位昔日的秀場恩師 賀一航心中應該是格外有感觸 記者綜合報導 貓允 傑